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世间有这么多条路 却没有一条是属于我的 我倒是有一条路你可以走 不知道你愿不愿意和我一起走 不管怎么样 只要人活着就好 一切都可以重新开始啊 我觉得以罗战的为人和他的实力 帮助你爹一定能如虎贴翼 来帮助我爹 那当然好了 怕是不妥吧 为什么这有什么不妥的呀 以前五湖帮和白家是势不两立 而我一直是五湖帮的人 这个你就放心吧 我爹啊 他不是个心胸狭隘 气量小的人 况且他也知道 你罗战是个人才 是条汉子 他一定会接受的 你大难不死回到了上海滩 可有什么打算啊 我这次回来 我这次回来 是想重新开始 做一番事业 爹 就把罗战留下来吧 有他在 我们白家如虎添翼啊 罗战 我知道你为人重情重义 但是正所谓一臣不能施二主 况且我白家跟五湖帮历来都是死对头 这是众所周知的 你现在来投靠我 你不怕人家说你闲话 说你不忠吗 白老板说得也是 是 可是如今五湖帮已经不存在了 况且我罗战 在老板生前 也没有做过对不起他的事情 我问心无愧 你想干一番大事业 除了我这里 还有一条路可以走的 白老板的意思是 马永珍的镇东帮现在是如日中天 马永珍的镇东帮现在是如日中天 而且你们都是年轻人 况且 白老板 你不用再说了 你若不愿意收敛我 也不用说出这种话来侮辱我 五湖帮是毁在马永珍的手上 我老大的命 也是丧于马永珍之手 我跟他之间 有不共戴天之仇 我怎么可能会投靠他 白老板 你不愿意收敛我 我相信我在上海滩 也会有用武之地的 告辞 罗战 爹 你这又是何苦呢 罗战的为人我知道 而且有他在 多少也会帮上我们的呀 不愿意收敛 想得在我白家做事 至少我也得问问他是否是真心实意的吧 你不愿意收敛 这样吧 我叫唐彪把你先安顿下来 谢谢白老板 您慢走 您慢走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刚回来没多久 怎么样 这次去南方有没有什么收获 算是见了见世面 那里跟上海还真是大不相同呢 马老板 马老板 您慢用 谢谢啊 你笑什么 现在上海滩 怕是没人不认得马老板了吧 其实你也知道 不要的不是这些 我只想让我身边的人 都可以有个安稳的生活 但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啊 听说你这阵子也有不少烦心事吧 你又听到什么了 我听说你跟白莱莉 在竞争华商会主席的这个位子 说真的 白莱莉可不是个简单的对手 这你可比我清楚多了吧 我当然知道 其实很多事情 也是在我意料之中的 因为我已经不认为 有些人 对家长相先 我已经不认为 因为我都不认为 是有些人 我都不认为 我奔向你 我会认为 你不认为 你不认为 我认为 你不认为 我认为 我认为 你也认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别让他们接死 不行 放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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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開我 坐公子 放开我 快 往下 你要不要 师父 师父 她打我 带她走 我没事 好了好了 都收拾一下吧 来来来 收拾一下 我看这帮难民 就不该可怜他们 给他们工作 还给他们吃的 到头来好 好些美的好报 我看 这事也不能全怪他们 那些惹事的流氓 显然是有备而来 有备而来 你是说 他们是受人指使的 你这么一说还真有点像 我看那几个 娘 娘 娘去哪儿啊 你这个镇东帮啊 我实在待不下去了 娘 我有什么做得不对 你直接跟我说 你不能说早就走啊 我一直跟你说 我最讨厌帮会了 只要是帮会就离不下了 我看不开打打杀杀 你也知道 我是最讨厌打打杀杀的 还告诉我 镇东帮是扶若济贫的地方 我看跟那些狐群狗党啊 没什么区别 娘 马大娘 你要去哪儿啊 这 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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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啊 快点啊 大娘 你已经好了 这位怎么称呼 都写过了 我先让大学的 大娘 大娘 看样子 您不是本地人吧 我也刚来上海没多久 刚来那会儿啊 日子苦着呢 现在不是挺好了吗 还有分差事做 那是我命好啊 幸亏上海有个镇东帮 我没饭吃 没地方住的时候 他们让我在车队干活 这我才能养家糊口啊 反正大家都说 镇东帮的马帮主 那真是个救苦救难的大好人哪 我们要是被欺负了 他肯定会站出来 替我们主持公道的 大娘 你没听过镇东帮吗 没有 没听说过 什么时候才能诺诺我们 这位兄弟 大家都一个一个登记 都排队要守秩序的 我算看出来了 他在糊弄我们 干嘛糊弄我们 你还在糊弄我们 我们是穷 我们可不是好球的 你也能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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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对 对 什么 码头也有人捣乱 本来还好好的 突然来了几个人 结果一下就 小颜已经跟他们动起手来了 我马上过去 你快去通知马大哥 让他赶紧过去 是 这一带就是镇东帮的地盘了 前面那个码头也是 是 我很多同乡都在这里做工呢 给我杀 快 快 快 你那边打起来了 快去 快快快 快快 爱 活又来 快快 快快 快我们 快 快快 他们 画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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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冷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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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生 你来了 快来看看 他怎么样 这伤口挺严重 我看他气息还算稳定 应该不会有什么大碍 你们先帮他办理住院手续吧 好 来 喂 小姐 你怎么还没走啊 我 我 我还没交住院费呢 那我带你去吧 不是 我是说 我 我没钱 没钱啊 那要不我替你垫上 那怎么可以呢 我跟你 没事 我一看你啊 就知道你是个好人 下次还我就行了 嗯 嗯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声音脤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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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 Orion 杨茜 основ 子葉 語音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走开 走开 这是叫花子呆的地方吗 快走 快走 走啊 走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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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开 走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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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用脑了 姑娘 姑娘 怎么样了 姑娘 小姐 冷翠 你一定要醒过来 一定要醒过来 我知道 这么长时间以来 要不是你在我身边支持我 帮助我 我妈用针不会有今天 我答应你 我以后不会让你说苦 不会再辜负你的情意 冷翠 你醒醒吗 冷翠 你快点醒过来 你快点醒过来 冷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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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终于醒了 小姐啊 小姐 你可醒了 小姐 皇姐 怎么会是你 你先别起来啊 你现在身子还弱 小姐啊 你怎么弄成这样了 那个卢大帅呢 他怎么没跟你在一起啊 他已经死了 他死了 人这一生啊 也真是 活着的时候再怎么风光 到头来还是免不了一死 小姐啊 最近上海的治安哪 还算可以 我看哪 你可以再披细装 重踏台板哪 不了 以前的日子 我是不会再过了 以前的人 我也不想再见了 小姐啊 你这一路上 一定吃了不少苦 如果 你不嫌弃我这里 你就先在我这儿 好好地休息休息 来 先趁热呀 把粥给喝了 来 先趁热呀 谢谢你 皇姐 谢谢 小姐 你跟我说什么谢谢呀 啊 来 人真 娘 冷脆的终于醒了 你看 我去送点好吃的给她 好 你帮我看着她 好嘞 小姐 马子轻 齐 肖妈 冷翠姑娘 你救了我 我还没来得及好好谢谢你呢 您别这么说 您是永贞的娘 再说了 当时的情形那么危险 我是不可能袖手旁观的 冷翠姑娘 我和你认识的日子不长 可是我从你身上看到了一股英气的东西 但是你并不缺少儿女情长 你呀 就不要再瞒我了 你对永贞的一番情意 我都看在眼里了 大娘 我 难道不是吗 我第一次在镇东武馆看见你 就知道你是一个多么傲气的女孩子 任凭我怎么呵斥你 怎么冷淡你 你都在默默地忍受 忍让着 难道这一切 不是给永贞面子 而是怕我这个老太婆吗 大娘 就别取笑我了 说实在的呀 永贞她是帮会的人 是在刀口上生活的人 你一个大姑娘家的 值得为她这样去做吗 我最看重的 就是永贞她身上的那股子英雄气概 永贞是您带大的 她的性情您最了解 不管她成立的镇东帮 是什么样的一个帮魂 但她所做的事情 都是为了全上海的人 尤其是那些特别贫困的老百姓们 其实我也知道 我也明白永贞的一番苦心 可说到底 我只是一个平乏的母亲 我只希望自己的孩子 能够过平平安安的日子 盛在太平盛世 想过平稳的日子 并不难 但是这里是上海 如果你想过得好 除非你不顾他人 只为一己私利 而永贞 她就真的是为平民谋福利 她能够帮助 那些真正的贫固大主 可邦会 终归是邦会 刀光剑影她免不了啊 上海 是一个冒险家的乐园 很多人 都想成为上海的皇帝 结党英私 为争夺利益 弄得满城血雨腥风 寻常老百姓 在这样的情形之下 根本就是招不报喜 他们需要一个英雄 一个能够对抗恶霸 保护他们的真英雄 而马大哥 就是这样一个英雄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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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累了吧 没事 活该 看什么看啊 我是说 冷翠姑娘为了你 为了朕东邦 差点连小命都没了 亏了她没有什么事情 如果她要真有点什么事 我看你这心里面 一辈子都得长个疤 我是说呀 冷翠姑娘为了你 受了这么多苦 你可别辜负了人家呀 娘我知道 娘知道你成立邦会 是为了给天下老百姓撑妖 娘不怪你 我管她什么帮会不帮会的 只要做人顶天立地 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就行 难得的是 还有这样一个姑娘 一直在支持你 娘 我这次明白了 我知道冷翠对我好 我不会辜负她对我的情意 明白了就好 要是让我知道你欺负冷翠姑娘 我可是少不了你 各位记者朋友们 我今天召开这个记者招待会 是向大家公布 我白家成立了白氏助威基金 好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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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白老板 请问您成立这个助威基金 是什么原因呢 其实一直以来 我都想 为我这土生土长的上海市 是出一份令 可这么长时间都没有理出个头绪 直到前几天 码头那边发生了暴乱 有一群来自外地的难民 轰斗起来 死伤惨重 所以我想 现在 有那么多各地的难民涌到上海来 一时之间 有很多问题 他们不能够接受 这是一定的 就是因为这样的原因 所以才会有这样的暴乱 是啊 是 是 是 为了救助在暴乱里 死伤的人和家属 我决定成立这个基金 希望能够给他们一点帮助 我爹希望 除了这次受伤的人以外 以后上海市 有什么需要帮助的人 也可以来信申请基金的帮助 我们有专人批合申请 是 好好好 好好好 白老板 据说这次码头的暴乱 是你们白家人操纵的 现在你们白家人 又说要成立什么基金会 这不是猫哭耗子 假慈悲吗 唐彪 这位小姑娘 我看你是刚刚出来 当记者的吧 这有什么关系 在大城市里面当记者 你应该要知道 听回来的事 不一定是真实的事 作为一个记者的责任 是要查清楚事实的真相 给公众一个交代 我看你年纪轻轻 很多事情你都不明白 我不会怪你 所以你提的问题 我看也不必回答了吧 白老板 我还有问题要问 可以吗 好 你这次成立这个基金会 跟你竞选华商会主席 到底有什么关系 还是借着这一次 尽量提高自己的声誉呢 你这么说是什么意思 小爹 这位小姑娘 有这样的想法 我并不诧异 而且我相信 有很多人 都有这样的想法 因为我成立这个基金会的时间 也恰好是我竞选华商总会主席的时候 不过我可以告诉大家 这两者之间并没有关系 我成立这个基金会 是想为贫苦大众出一份力 我所做的一切 都是为了上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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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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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娘 我刚给冷翠熬了点粥 你也吃点吧 冷翠她刚睡着 等她醒来再吃吧 大夫说她的伤怎么样了 恢复得还比较快 只是身体还很虚弱 还需要静养一段时间 怎么了 这个白莱莉 白的都能让她说成是黑的 师父 找我什么事 师父 你看 你也看报纸了啊 白莱莉这个老狐狸 真是欺人太甚了 马大哥 兄弟们已经查出来了 那天在码头和车队放过闹事的 救着他们白家的人 对 师父 那个白莱莉啊 让老奸俱华 你看 所有的事都是她干的 她还成立了什么基金会 给自己弄得跟慈善家似的 对啊 还有 这次咱们震动帮 连死带上二十多人 这个账怎么算 怎么算 照白莱莉算啊 我们要把他们白家弄得天分地赴 对 没错 没错 这件事不能就这么算了 小白的命也差点赔偿 我得给震动帮的兄弟一个交代 用针 娘 这个仇我一定要报 如果被人家欺负到头上 我忍气吞声 那震动帮的存在还有什么意义 小花道 白大哥 召集所有兄弟 在震动帮进行 我要去白家 讨个说法 好 不要 不要去 冷嘴 永贞 不要轻举妄动 可这口气我咽不下 我要让白莱莉知道 让全世界知道 我们震动帮 不是好欺负他 永贞 还有几天 你就要竞选华山会主席了 你不能在这个时候 有任何事情发生 那个什么主席 我不当也罢 不当 你不当 不就等于把这个位子 拱手让给白莱莉了 你听我说 好 我们在这个时候 必须要认 否则 我们真东包 就会被别人说成是诽谤 我们不能让白莱莉 让所有人 有借口攻击我们 好 永贞啊 冷翠姑娘说得对啊 仇一定要报 但不是现在 小巫人责乱大谋 白莱老板 昨天在记者招待会上 可是大出风头啊 李大班 你也太客气了 我爹不过是想为上海 出一份力罢了 风头不风头的 他从来不放在心上 试试这瓶好酒 是我一个朋友 从法国带来的 白小姐客气 是那个法国领事 皮亚先生吧 白老板在上海的声望 是越来越高啊 不但是人所共之的大善人 跟外国人的关系 也搞得很好啊 看来这华总没有您啊 真是一大损失啊 话不能这么说 好像我为了一个华商会主席的位子 下了很多功夫一样 诗也没有关系啊 这最重要的 是当选的人实至名归啊 来来来 来来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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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家美小姐来了 家美小姐 家美小姐 来来来 张大伯 怎么最近在俱乐部都见不到你呢 谁叫我那太太偏偏在这个时候回国来呢 原来是被老婆给困住了 陈小姐你就别取笑我了 来来来 请这些 陈小姐 白老板 你好啊 原来陈小姐跟张老板是酒别重逢 不如坐下来一起聊一聊 谁跟她酒别重逢啊 我倒是想跟这瓶美酒酒别重逢一下 陈小姐也喜欢喝酒 怎么 只许你们男人喜欢美女 就不许我喜欢美酒吗 谁说不可以啊 拿杯子 拿杯子 试试看这个酒怎么样 我们一起喝 来来来 来来 来 孙医生 早啊 你怎么有空过来 不是忙着帮你爹应酬吗 再忙也要找个能喘口气的地方吧 小姐 这里可是医院 人家可是唯恐必知不及啊 你倒好 总是往这儿跑 那还不是因为你就会跟我装糊涂 我爹他最近心情可好了 什么事啊 他呀是爱情事业双丰收 说来听听 现在的各大报纸 都在报道我爹成立基金会的事 白家的声望日龙 虽然我跟马永珍算是有点交情 但是在关键时刻 我肯定还会站在我爹这边的 最有意思的是 我爹他看上一个女人 能让白老板看上的女人 一定不是什么一般的女人吧 我倒没看出来她有什么不一般的 不就是个娇妓花吗 说话娇生娇气的 听着就让人难受 那是因为你平常自己太粗鲁 所以才会觉得人家娇生娇气的 你说什么 你说我太粗鲁 我就是太粗鲁 我就是不会娇生娇气 你拿我怎么样 我的白大小姐 我能拿你怎么样啊 好了你先坐会儿我去忙了 你要去哪儿 冷翠姑娘的伤还没好呢 我得去看看 不许去 不许去 为什么 你到底站在哪一边 什么站在哪一边 段冷翠她是镇东邦的人 我是白家的人 你明知道我爹在和马永珍 竞选华商会主席 你还要去帮他们的人 小姐 小姐 我跟你说 无论是镇东邦也好 还是白家也好 只要来找我 我谁都帮 小蝶 你不是个不明白事理的人 对不对 不要生气了啊 好 好吧好吧 你去吧 我走了 晚上记得找我吃饭 要不然我饶不了你 好好好 一定去 孙医生 好 真是谢谢你 进医院这么多天 今天还是第一次看到太阳 你这次上得真的不轻 不过现在看来 你恢复得很快 那是孙医生你 艺术高超啊 千万别这么说 如果不是段小姐 你有一股过人的意志 就算我艺术高明 也没有用的 说实在的 我真的是很敬佩段小姐 我从小就很独立 长大以后 也一个人生活惯了 在这样一个乱世里 如果生就一副 弱不禁风的样子 恐怕早就没命了 段小姐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你应该不是上海人吧 我的老家在山东 那在上海 有没有什么亲戚或者家人 没有啊 孙医生啊 你怎么会想起来 问这个问题 我是看你住院这么久 还从来没看过 你的亲戚或家人 来探望你 所以好奇 我父母年纪大了 都在国外 我一向 也都是写信回去 报喜不报忧 原来如此 孙医生 起风了 麻烦你送我回病房吧 好 马大哥 现在就让白赖利提在头上 那往后 我们怎么在上海滩立足啊 师父 咱们再这样忍气吞声的话 会被人笑话的 二位 马大哥已经决定了事情 你们就别再说了 好了 大家的心情我能理解 我也想找白赖利算账 替兄弟报仇 不过冷翠说得对 为了顾全大局 我们必须忍耐 否则只能把事情弄得更糟 好 马大哥 快看 老战 弟兄 几位 这么有闲情雅致在这儿喝酒啊 真是狭路相逢啊 老战 你又跟你的好兄弟见面了 老战 老战 没想到 没想到 我还没死吧 老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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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战